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 那是长庚星 好美 黯淡的天空中 只有长庚星如此明亮 怎么了 子乔 司公 后头有人跟踪你 是谁啊 不要回头啊 被发现了 这样的话 我们之后先下手为强 哎 子乔你怎么用 哎呀 这次是小野兽 后面有阻伍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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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 准备 准备 主道 是 准备 准备 凌鱼师 你们不是凤业的手下吗 是 王子妃 您下手好重啊 再不说出你们的意图 我下手会更重 说 为什么跟踪我们 他们应该是凤与派来盯着你 看你有没有如实返回子国的眼线吧 什么 他就这么不相信我会返回子国 我是真打算去完永雄村就返回子国的吗 只是没想到凤与竟然这么不信我 到了派人跟踪的地步 主子是怕您路上遇险 于是要咱们一路保护王子妃您 不劳他烦心 我只想说到做到 既然答应王子回子国 我就会回去 请他不用行多余之事 至于保护更是不必 我还怕我得保护你们呢 你们走吧 是 是 总是 卢夷 没事吧 怎么话你问我 没事 咱们也走吧 应该日饿前能到别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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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真的能决定一切 为何咱们下人之后沦落至此 尚是隐隐渴求天的认可 拥有天之血脉的下意 却只求能在乱世中存活 睡不着 出去走走吧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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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大力冲赞我 让我好不习惯啊 甘木月何事 我想有时候 木姐是来自不了解 当你真正了解了对方 木姐也就冰释了 有这么容易吗 试试看就知道了 也许你说的没错 让我重新思考了一些事物 好比凤玉她 凤玉她是唾利的坏 我们商人可不是全都这么讨厌 真的 不 我要说的是 凤玉作为虽然可以 但她也是为了她的族人 她所做的事 也不一定都是错的 是吗 我阿父维护村人牺牲 本来我的愿望 是给家人一个完整安稳的家 其他的事都没想过 也无暇去想 但凤玉她的愿望更大 为伤势的稳定付出所有 尽管她的手段 尽管她的手段 使人无法信任 至少她有胆识 对国家 也忠诚 这么于说 好似真的是这样 但我还是不认同她的做法 有什么事好好沟通嘛 何必用欺瞒的 真令人不开心 不过 我还是稍微 一点点地原谅她好了 不过 司空大哥 你的愿望也很棒啊 也很伟大 伟大 当然 你们想要保护的人事物 是一样的 只是她的家大了一点 家底下的人多了一点而已 我们想保护的人事物 竟然是一样的吗 尽管立场不同 想法 原来竟也没有差很多 就是就是 反观我 虽然也想保护天下 却被赶回家去 这才可怜 你在担心伤王子 是担心 我看心象知道伤势有难 但也是出来这趟 才发现事态比想象中严重 这一身怪力有什么用 也不能帮她什么 我草率行动 还可能造成她的困扰 我似乎 我似乎 能懂你的心情 我的心情 我似乎 我似乎 她叫子 她跟她的炷 我把初一弹交用 被拋下的苦了嗎 被拋下的苦啊 是呢 我也是這個心情 這麼說來 司空大哥 你被誰拋下 難道是木 不是 你回答得太快了喲 身亡為百姓遷都 族長為族人遷村 這兩者多相似 也許 那不是一種逃避 而是因時制宜吧 看到鳳羽與甘盤 那麼努力守護自己家園 頗不努力行嗎 阿琪 天一亮 咱們就回有熊村吧 那司空大哥 你願意讓我去參觀有熊村了嗎 你不是才答應 要乖乖回國 我是答應回國 又沒說何時 其實是這樣的 贏貨依舊守心 我想至少等星象兄兆解除再回去 可是我的村子 已經千里原先的地方了 不要緊 因為我知道 一旦我返回子國 下次再出來就沒那麼容易了 我說過了只能等待 什麼都不能做的日子 就算有熊村離商都有些距離 也遠比我待在王室的牢籠中 還要接近王子吧 如此傷勢若有變動 我也能快快趕到王子身邊啊 姿橋的想法與目標 其實與我很相似 歲月 她是商人 好吧 太好了 那我可以在那住一陣子嗎 嗯 不過 你待我村莊 不要說出自己的商人身份 有關係嗎 第一 我們一族是下人之後 數百年前 先祖曾被商人迫害 雖是久遠之事 但村人對商人 都沒什麼好印象 我 我太不注意了 白魯還兄弟罵商人 真是抱歉 無所謂 都多久前的事了 我現在 只想好好守護自己的家人 沒想到 你為了家人 願意到曾有仇怨的商國王都去 司空大哥果然不簡單哪 哪有這麼誇張 那第二呢 第二 我之前離開村子 表面上是借護送牧原回鄉 在外頭增廣見聞 但實際原因是 村子因我陷入為難 害得村子 不得不搬離原先的地方 你跟著我回村 已不會受村人待見 若你的身份再暴露 就更不可能落在村中了 所以 未免多生事端 你還是低調些吧 好 我知道了 難怪我總覺得 現前司空大哥說要回村的時候 一點也不開心 原來是發生過那樣的事 司空大哥 現在還是擔心村人們不原諒你嗎 我無所謂 只有阿娘和青梅安全就好 決定了 我來為司空大哥祈願吧 你又在做什麼 我在祈求星空上的神靈 必有傷勢與人名 包括有雄村的人們 我從來只信自己 不信神貴 不過 如果木月与你 都相信星空中有灵 我也 试试看吧 上古时期 天地不分 神人交杂 导致人间混乱 有神人宁师通天之能 也要帮助人民 宁师通天之能 也要帮助人民 是你娃 福西大人 和那些留在人间的 华须族人吗 没想到 专须地 竟如此对待苍生 这就是你们 牺牲自己 守护苍生的结果吗 五月姑娘 怎么了 没事 看得顺利吗 尚可 只是一眼留下的这些古籍 记载了不少上古历文 一般人不应知道 他究竟如何得到这些典籍 此意伤势密闻 不过既然木月姑娘相问 老夫自当解答 上开国之初 先王太甲登位后 曾有段时间性情突变 灵虐子民 不久 依隐发现 先王异常 乃因凤虎被夺 失去凤灵庇护 凤灵 凤火 凤灵乃守护伤人之神理 凤灵乃凤灵师与伤势之诱护 凤火被夺 使先王神智错乱 因隐为复原先王身上凤火 不惜夺先王之位 将先王藏至同地保护 因隐费是三年找回 重燃凤火之法 才使先王神智清明后复位 而这些古籍 就是因隐三年中 四处寻访之城谷 不知姑娘 又无看到任何关于天门 或天之血脉之记载 里面说的和其他几份并无不同 这有一段 上古时王者如何传位的记载 善让 是 下雨前的地位传承 唯有能者去知 而非以血脉传 如果那时非天之血脉能计地位 为何后来商人又不可 虽然目前关于天门之事 我们皆寻措方向 但我一定会找到正确的天门 敬见天帝端正商人血脉 天门不能开 沐月姑娘 你是否从古籍中发现了什么 总之 连结天帝的天门 位于人间到不了之处 所谓天之血脉 应该也是人们想当然 而编出的故事 你们再追查下去 也是无用 不如想想其他方法 帮助你们的族人 沐月姑娘 你再多看看这些记载 不用急着下定论 这些记载 司空大哥 阿琪和你几乎一个样呢 阿琪 离开有熊村前 青梅说村庄会往西北边移动 咱们现在就朝那方向 出发吧 司空大哥 我好期待造访有熊村的 还有 我也好想再见到青梅呢 阿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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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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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